岸上的民眾不斷大吼 要這名男子趕快上岸 別再直播前唐江大潮 大浪逼近 他才匆忙奔回岸邊 另外有不少遊客近距離關浪 結果被浪捲走 現象緩升 卡路颱風還沒到 中國道路東部沿海已經戒備 7號在寧波機場一架貨機降落滑行時 衝出跑道 所幸沒有人傷亡 為保障機場航班起降安全 寧波力盛國際機場 已經暫停現場所有航班起降 目前卡路颱風已經生成11天 比颱風平均壽命6到7天還長壽 中國大陸預測卡路颱風再度大轉彎後 可能向西轉 登陸韓國之後 再鋪向東北地區 卡路殘餘環流 如果和正在醞釀當中的第7號颱風 蘭恩共同作用 就可能會形成雙鍋輪送水的形式 給東北地區帶去暴雨 上了颱風造成東北的洪災還沒結束 同時河北的洪災也還在善後 卻傳出有網紅到災區作秀 一般人拉個老頭站那個水中間 你們知道有多危險嗎 你們是幹嘛在哪個單位的 如果你們做秀來了 站在潛水區拍幾張照片趕緊走 不只擺拍還擅自為宣指的救難員募款 跟Plus的家中直播 種種亂象讓人無法接受 TVBS雄章這名成員文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